如果房价一直下跌 将来会怎么样呢 哎呀 有专家是这么说 如果房价持续暴跌啊 那可能 银行可能会倒闭 你可能会失业 反而你买房更买不到了 因为房价一直在跌 但是呢 从过去的一些大数据来看呢 好像可能并非如此 比如以日本为例 从广场协议开始 90年代 日本的房价就一直在持续低迷 那现在已经暴跌了将近百分之七八十吧 可是他们的失业率 也就仅仅增加了一两个点 主要是房地产 相关的从业人员的失业 除了房价回归到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的基本面 人们也开始不带炒房了 那些原本用于炒房的资金啊 和人员呢 就转向了可能其他的行业了啊 那所以即使在房价下跌后 今天的这个日本 至少现在还是处于发达国家吧 2008年嘛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也破裂了 差不多也在十五六年以前吧 那现在它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假如我们的房地产泡沫也被刺破了 首先受损失的可能就是那些炒房客 也就是手里握有多套房的人 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呢 有可能会变得更好 你会说我本来的这个房子 是300万 现在变成了比如说100万 甚至60万 我怎么会更好呢 唉 你想过了没有啊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赚钱亏钱 都是自娱自乐 你想啊 你就一套房子 它是300万还是100万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住吗 你会卖掉它吗 所以你的房子根本就不会卖啊 你的房子不会卖 你管它是300万100万有区别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房价真的下跌 住房的房租啊 和商铺的价格也会越来越低 那就会有更多的们愿意什么 租房啊 开店啊 做生意啊 成本降低了嘛 效率可能就提升了 所以呢 炒房的这个人的动力减少 那可能就是 他的时候是老老实实生意的人 可能就会多了 那从这样将来 就业的机会是不是也会多了 所以可能房价的回归理性 可能会让人更多 能买得起房 这个房贷的压力也就降低了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他过上幸福生活的这个指数也就提升了 那我们手中有了更多的钱 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想干我们 想做的事 吃点好的玩啊 这个或者是更其他的娱乐 所以其实房产的下跌 除了对那种手中有多套房 炒房客有影响以外 对于大多数只有一套房的老百姓来讲 我感觉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灾难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一套房 我也就只有一套房 管它地压还是涨了 反正我就只有一套房 共同富裕是国家下一步的这个政策导向 所以短期内让房子回答它的理性 让国内的资金啊 各位精英啊 都不要把精力放在这钢筋水泥上 而转向于其他的产业 甚至是实际产业 我觉得这未必不是一个好事 你觉得呢